OK,Let's move to the grammar 好了,看我们今天的语法部分 清楚出来,大话语法 所以大家发现了我们在今天的knock knock这些课文当中 出现了大量什么someone,anyone,something,还有我们说的nothing这些词用法 没错,我们今天的语法就跟这些词相关 其实我们在讲今天这种语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赶紧想一想 我们在新一的前半段里面 其实多次讲过some和any用法吧 但那个时候some就是some,any就是any 但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在some后面和any后面加了好多好多东西吧 我们快来看一下 比如刚刚在knock knock出现了 knock knock someone is knocking the door someone这三个人有人吧 所以我们会在some后面加了一个one变成了一个新词someone Next one Somebody has broken the window 你看我们又在some后面加了个body变成了somebody 这都是我们在some后面做了一点小小的变动 今天这种语法跟我们课面出现很多类似这样的 something happened的时候 why are so many people here some都坐在这儿 估计的商店里something happened出了一些事儿吧 好 所以我们发现这里面光一个some 我们发现跟了someone,somebody,还有somethin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今天本文当中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every,some,no和any这四个 那我们也可以在后面对应one,body,thing和where 各位我们在一开始 新一上半段只给大家介绍了some和any这两个小词 但我们今天发现课文里面出现了四种前缀 除了some,any作为开头之外 还有every和no可以作为开头 而后方我们又拼了四个后半段 有one,有body,有thing,有where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课文里面见到了somebody,someone 还有anyone等等的模型系列 好了 所以就意味着在英文当中 可以有左边这四个单独的单词 跟后边这四个单独的单词 一拼就能拼出一个新单词 那么我们这个数学运算就来了 请问 由every,some,no和any 跟着后面的one,body,thing和where 他们要是拼的话 你能拼出多少种方法呢 快算一算 前边的some,any,every,no 这四个 跟后边的one,body,thing,where 这四个来进行拼做的话 你能拼出多少种呢 来 给大家十秒钟快速想想 比如说有everyone,everybody,everywhere,everything 也可以有somebody,some,来快速想 来,四五秒钟 OK 看已经在了 好了 算上了吗 我们来一起数数啊 到底他们拼出多少种 我们看一下 首先 every和one能拼成everyone every和body能拼成everybody everything拼成everything 光every就有四种吧 所以我们的数学运算就出来了 因为every能拼成四个 因为左边有四个 所以左边有四个 每个能拼成四种 所以四乘以四 你看是不是有会 拼出十六种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由这八个单词 变出十六个单词来 所以第一排的 everyone,everybody,everything,everywhere 那么就会有 no的 no one,nobody,nothing和nowhere 这四种 同样我们如果把any放进来也会有 anyone,anybody,anything和anywhere 剩下还可以有some,someone,somebody,something和somewhere 这些统统系列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小语法了 好像各位同学看起来 貌似觉得 wow,so many words 这么多单词 其实你仔细想想 真的是so easy吧 因为这些词貌似都是被我们给拼出来的词吧 所以第一点 首先像some呀any这种词 他们本来就是在指定一些某某人某个东西吧 就是你不确定的人 比如说 谁啊谁啊谁敲门呢 someone这个是表示某人吧 你也不是谁啊 隔着一个门呢 对吧 或者是说 你听 什么声音啊 估计是不是有人 什么something blah blah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表达一些不确定的人 或者是不确定的事吧 而第二种他们又是被拼出来的 所以今天这一堆的词 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复合不定代词 我们先来把这个中文写下 有些可能迷糊了 当我老师怎么这么长 复合不定代词 六个字呀 别着急 清楚再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代词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这一堆的十六个词 你没数数吗 one和body 他们其实都在指人吧 是不是呀 someone和somebody 不都表示某人吗 而这个thing 不都是在指物吗 东西呀 那where你说指什么呀 where当然指地点咯 所以发现 只在人 只在物 只在地点 那它不就是个代词吗 所以这堆词 你还爱怎么说 它们都叫代词 因为只带人 只带物 只带一个地方的 那就是代词了 为什么叫不定呢 我问你 somewhere 你叫我说哪儿吗 somewhere是表示某个地儿 请问你知道我在说哪个地方吗 不知道吧 somebody 你知道我说谁吗 小红 小张 小李 小明还小强 不知道 我就随便说了一个somebody 某个人 所以你也不知道我在说谁 同样我们再看一下 再来一个 something give something a drink 来我那儿喝的 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 反正就喝的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指的是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把它们叫做不定代词 原因就因为 他们指代那些 你心目当中 你也不知道谁的 反正指不定什么东西 不确定的人 不确定的物 或不确定的地方 那最后什么叫复合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由 every some know any 这四个和这个四个 给站在一起的 所以叫做复合代词 所以综上所述 复合不定代词 就是这么个意思 各位听懂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16个词 复合不定代词 就是在帮助大家 来指代那些不确定的人 不确定的物 或者不确定的地儿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心中不确定的时候 比如说 小明小明 咱们出去玩吧 你们去哪玩啊 反正随便找一个人少的地儿吧 somewhere sell it 我好渴了 喝的东西呗 something to drink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 你一时心急 说不出具体的人物 说不出具体的地点 说不出具体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 复合不定代词 就可以帮忙了 各位听到了吧 所以我们今天语法 就叫做复合不定代词 让这些复合不定代词 在我们生活当中 来帮大家指代各种各样 你不想说清楚 不想道明白的一些人物 或者地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分分类 这里面的 凡是以one和body结尾的 是不是统统都可以指代人呢 那同样的 这里面所有于thing结尾的 是不是统统都可以指代物呢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里边 复合不定代词当中 凡是以one everyone everybody every no one nobody 都是表示人 那像everything nothing anything something 都是在表示某个东西 everybody 都是表示每个人 大家的意思 no one 那就表示没人了 nobody 也没有人了 anyone和anybody 也是任何人了 someone somebody 某个人 这边 everything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了 一切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anything 一切咯 我们刚不讲了吗 an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 任何事 一切事 以及最后 something 某个事 因为some 本来就是表示某个 不确定的东东 好了 那么还有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意思 好了 这些呢 供大家来参考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 关于人和物的 这个复合不定代词的部分 好 五秒钟之后 我们要过了 OK 好 所以我们说了 如果你发现 由some any know 和every 后边加上了one body thing 来组成的词 就称之为了 不定代词了 那什么叫复合复词呢 因为在语法当中 所有的地点 都被称之为了复词 所以这些凡是尾巴 带了where的 都是表示某个地点 那么因此 他们被称之为了 复合复词 那么所以我们说了 由some any know every 加上where 所组成的 称之为了复词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用来指代 人 物 和地方的词汇 那么他们的用法 非常简单 someone is knocking at the door Everybody is happy to see him 当我们发现复合不定代词 的主意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使用 三单的形式 看到了吗 一定要用什么样 单数的形式 这是刚刚在开始的时候 处事也跟大家 已经起了过地方了吧 像这样 nothing impossible something interesting 以及something to eat 像这种我们说 当如果复合不定代词 碰到了形容词 或者是不定词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前边 还是后边 一定都放在前边 而形容词和不定词 都放在后边 也就是说 不可能出现什么 interesting something 一定是something interesting 来点喝的吧 肯定不说to drink something 一定是something to drink 各位千万切记哦 第三个就是 当anyway anybody 在使用过当中 他们一定 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用于否定和疑问 而some开头的 一般都用于肯定句 但是 会有一个小的变化 虽然any和some 他们一个用在否定 疑问 一个用在肯定 但大家看这句话 Hey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大家发现问题了吗 没发现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 请问这是什么句 是不是疑问句 嗯 请问这是什么词 something吧 你看 我们不说了吗 some 用于肯定句 any 他用疑问句 请问 为什么这个something 跑到疑问句里面了 是错了吗 没有错啊 这是我们今天 要把我们前边 心一上册内容 来进行一个语法的小推翻 我们在心一上册 土耀曾经讲当过 some 这个词一出现 就用于肯定句 any 这个词一出现 就用于否定和疑问 但是我当时说了 是一般情况下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当你发现出现像这种 something drink的时候 如果你期望对方 给你一个肯定答复的时候 some 可以用于疑问句 比如说 嗨 你想喝什么吗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这些报纸有什么好玩的吗 is there something interesting 这时候偶尔用some 在疑问句里面是完全OK 符合于法的哦 记住啊 只有这种情况 才可以将some这个词 用在疑问句当中 那剩下部分 我们刚才前面讲过 除了在一到四十八课的尾巴 和四十九六里面 都曾经提到过 not any搭配在一起 就等于no 那我们今天来说个公式 因为not any等于no 所以not any加上三角 就等于no加上三角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not anything不就三角了吗 所以not anything就等于nothing not anyone等于no one not anybody等于nobody 而not anywhere等于no where 各位好好用数学思维 把今天这讲来拼凑起来 我觉得大家就学到家了 OK I saw some I saw nothing in the room 就表示 I didn't see anything in the room 那么这里的nothing 其实就是有not和any 给拼出来的 之所以出现了did 是因为我们要靠著等词 来点成否定形式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 一个最难的一点 就是如何去替换not any 等于no的这个小公式的 换算 OK The trams have got nowhere to live 那就表示 Trams haven't got anywhere to live 说流浪汉们没有地方可住 所以也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用no 还有种就是not和any来进行答应 好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 big something 应该说big something 还是something big呢 something big someone fat 还是fat someone someone fat to eat somewhere 还是somewhere to eat somewhere to eat right to drink something or something to drink something to drink 好 someone什么melting door 来快速反应 是someone 答案什么 someone is 我们刚刚讲过 一定单数 快速反应 everyone什么here everyone everyone 还是 is here I can't see I can't see 我怎么一个 I can't see 一个说 I can't see any thing 可不可以 一个说 我一个人 I can't see anyone I can't see anybody 都正确 总而言之 这儿一定是 跟not加倍器 一定是用any就对了 好 这是这个题目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room It's empty 这屋的是空的 说我们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吧 那么什么的就是 nothing吧 Nothing 你说老师 我说人可以吗 可以啊 你可以说 There is nobody 可以 也可以说 There is no one 叫分开写了 都可以 写人或写物 I look for my purse 我找我的钱包 找钱包 是不是到处找啊 所以到处应该是什么啊 Everywhere 所以这个应该是 能够表达的 Everywhere I look for my purse Everywhere 我到处找钱包 好了 我们来看 今天最后的题目 大量兵 先来transfer sentence 来变下句子啊 I didn't say anything 就表示 I said nothing 所以这个上大量 练习not any 等于no的用法 首先第一点 当你想把它not any 变成否定时候 变成no的时候 要记住了 当它把didn去掉之后 那么也就表示着 动词自己来变成实态了 所以第一小题说 I didn't go anywhere 那我们是不是把didn扔掉之后 go要先变成 过去时间什么呀 I went吧 而我们又说了 not any等于no 那所以今天变成了nowhere 各位 是不是这么变的 第二题说 第二题说 I didn't meet anyone 我们先把didn扔掉之后 那么me要自动变成 过去时变成 它自个变 I met 那前面是not anybody 那我们把didn和any 扔掉之后 那就剩下了body 所以前面加上no 变成了nobody 各位 是不是这么做出来的 而第一个人说 I didn't speak to anyone 我们把didn和any 给扔掉之后 要插入no的话 那我们就换 I speak speak自己变过去 就是变成I spoke to 然后no one 好了 这个是我们 如果一步一步的 将not any来转化成了 no的用法 I went nowhere I met nobody I spoke to no one 好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 选择题 one to four 好 一对四题 一分钟时间 快速选择自己答案 数秒之后 出现来公布答案 OK 前面再弄完 来 Go to 一定要自己做完 再来看这段讲解 What's an amazing film is the melting tooth for everything But I'm sure It won't make sense 我实际上超棒 我超喜欢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电影也不可能 intress 也不可能让 所有人都感兴趣吧 也就是说 所有人 那应该是everybody了 那就选c了 真的吗 诶 有同学法 老师不对 因为这里有个want 我们刚刚讲过 not any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是not any呢 所以 it won't interest anybody 所以说有时候啊 你如果碰语法的话 就会错了 也就是说老师 我看到了want 因为你说过 有not地方就有any 所以说 I'm sure it won't interest anybody 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 说这部电影特好看 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电影 但是我也知道 它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兴趣 那你不是人啊 所以这个题 如果按照语法 选选了b的话 就不对了 对不对 应该按照意思选 选c 因为如果你选了not any 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not any 正于no啊 你前面说了 哇我超喜欢这部电影 就说 但我确定 这部电影 绝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兴趣 因为我也不是人 对不对 所以选b错 答案选c 说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我也知道 它不可能让 所有人都喜欢它 就一定会有 有些人不喜欢 哎 这就可以说通了吧 所以答案应该写c 第二句说 one way's time has been with 哎呀都一周浪费了 I can't believe we did all that were for 我真不可以讲 我们这一周 什么都没干嘛 所以for什么呢 for nothing了 第三句 there is someone with my computer 说我的电脑好像 哎 电脑有毛病 这是肯定 所以说 是wrong something 还是something wrong 我们刚刚讲了 形词一定放在后边哦 she doesn't know anyone here 那表示 she got什么 说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吧 那说明他有人聊天吗 没有人了 那没有人就是什么呀 当然只有c是表示的 没有人了 好了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c 第二题是b 第三题是b 第四题是c OK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的讲解 这么多了 那我们今天讲的语法呢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 尤其像刚刚出现 这四个小题目 some和any 以及no 以及ever 这四个词 听传的时候有小词 回去好好把它们记一下 好吧 那我们今天第二单元就到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